在橘子群岛完成了大木博士的任务 又获得了当地联盟比赛的冠军 小智满面穿光的回到了真心镇 没想到却被火箭队绑架了 为难之际神秘男出手相助 在霉之披风下竟是昔日的宿敌 小茂 话说小茂 你包的那么严实干什么 虽然人是救下来了 但小茂那个毒蛇 三两句话又把小智给惹怒了 不服气的小智发起了对战挑战 很轻松的就失败了 气归气 但小智心里也很清楚自己的不足 平安小茂正在挑战新的地区 小智也急不可耐地踏上了新的旅途 成都地区的冒险由此开始 欢迎来到米旧的宝可梦时代大盘点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无印篇 第十三位宝可梦伙伴 赫拉克罗斯 新旅程开始没多久 小智就遇到了一群赫拉克罗斯 在吸食甜树枝 当图鉴提到这种宝可梦的性格很温和 力气也很大时 小智当下的反应便是 好 那我要抓一只 哈哈 怎么搞得比火箭队还火箭队啊 这样一只就要抓一只的 你抓野生的宝可梦 火箭队抓你的宝可梦 你们是一条产业链吗 小智的行为被森林警备员森南给制止了 森南劝说他 在收复宝可梦前应该先观察下周围的情况 小智这才发现 这里的生态平衡出现了问题 树木的生长跟不上宝可梦的消耗 所以出现了大量的枯木 此时一群凯罗斯冲了过来 他们想要抢夺赫拉克罗斯们的食物 小智鼓励赫拉克罗斯们反抗 结果因为这种宝可梦的性格太过温和 也就是俗称的 怂 被凯罗斯恐吓了一下 便纷纷跑走了 只有一只赫拉克罗斯为了保护落单的八大蝶 留了下来 小智派出了妙蛙种子与皮卡丘赶走了凯罗斯 赫拉克罗斯才敢飞下来 小智以为他是来感谢的 谁知 喷一把扑向了妙蛙种子 吸食起其背上的树枝 在设定里 妙蛙种子背上的那颗种子 可是储存着相当多的营养 估计味道也很棒 才会让赫拉克罗斯在大庭广众下 情不自禁地扑了上来 关于凯罗斯为什么要来抢食物 众人也打算继续调查下去 果不其然 又是火箭队搞的鬼 他们为了获取美味的树枝原料 夺走了凯罗斯的食物来源 那凯罗斯没办法 只好去抢更怂的赫拉克罗斯 于是赫拉克罗斯就只能去吃一些 还没长好的树木 是完完全全 就是一条欺负链啊 解决问题 就要解决问题的源头 在小智的帮助下 赫拉克罗斯勇敢地面对危机 把火箭队打成了 听上最亮的那颗星 与小智分别后 塔斯莱想去 还是决定追上小智 自愿加入了他的队伍 成了小智在成都地区 首服的第一只宝克梦 在后续时代的动画里 他也有商场 甚至在第四世代 神奥联盟的大会上 小智派他打头阵 迎战动画史上 8个级的神兽男达克多 看得出非常相信他的实力 无奈对方太过强大 小智上来就被一串三了 不过赫拉克罗斯的超级脚机 也重创了达库莱伊 为蜥蜴王的翻盘 扑了路 无音片第十四位宝克梦伙伴 菊草叶 成都地区宇三家之一 他拿了一套和面蛙种子类似的剧本 起初菊草叶也不喜欢小智 不过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误会 而是他非常好胜 以身反骨 绝不屈服 小智派出了面蛙种子 和盆火龙与之对战 他竟然硬扛下了这两位的输出 在半岛盆火龙的时候 因为腾边的连带关系 他一头撞成尸块 而晕了过去 小智赶忙带他去宝可梦中心治疗 这时候的他有点凄乎难下 一面是自己的傲娇 一面又是小智的恩情 正当两难之际 祝公侠再次登场 火箭队抓走了菊草叶 在一系列的事件后 火箭队成功让小智与菊草叶 兵释前行 菊草叶也主动投入到小智的怀抱中 加入队伍后的菊草叶 除了继续表现出不服输的性格特点外 还因为太喜欢小智了 成了一口大醋缸 甚至都吃起了皮卡丘的醋 他进化成月桂叶的那次 也是因为小智被火箭队连番攻击 他关在笼子里束手无策 给挤移出来的 在进化后 由于还不适应自己的力量 他向小智撒娇的时候 常常会撞飞小智 为此 小智制止了他的亲密行为 这让月桂叶伤心不已 还堵起了气 不过 有矛盾就会有火箭队 他们适时出来 假借做坏事的名义 再一次修复了 小智与月桂叶的关系 而到了神奥联盟 琳兰大会前 由于月桂叶太过思念小智 还有过纠战雀巢的行为 取代了赫拉克罗斯的位置 传送到了小智这儿 每当小智回到了大木博士这里 第一个冲出来迎接的 往往都是他 看来 收服前有多傲 收服后就有多爱啊 无音片第十五位宝可梦伙伴 火球鼠 同样也是成都地区玉三家之一 小智他们在途经一片森林的时候 遇到了在这儿找火球鼠的少年浩尔 浩尔警告他们不准出手 可小智哪里会管他 直接展开了地毯式搜索 小霞小刚一回头 人都不见了 在一座山洞前 小智总算找到了火球鼠 正当他想爬上去 接近火球鼠的时候 浩尔出来截湖派出了穿山王 对小智一通拨杀 小智摔了下去 好不容易爬上来 火箭队又跟了上来 这下子父被受敌了 在洞中 小智发现浩尔正在攻击火球鼠 一湖还一湖 这回换他上去截湖了 浩尔正想追上来 谁知被火箭队的武器砸倒在地 最后 火箭队还是抓到了小智 不过在这之前 因为小智的保护 火球鼠毫发无损 小智让火球鼠赶紧跑 但火球鼠并没有抛下他们 他用小小的身躯 勇敢地迎战了火箭队的机器人 咱们的助攻侠 又圆满地完成了一次任务 在机器人即将爆炸前 小智为了保护火球鼠 而把他收进了精灵球里 就这么收服了他 后来 浩尔想用激将法 来争夺火球鼠的所有权 小智还真的被激发起了斗志 虽然一开始处于劣势 但在小智的鼓励下 火球鼠很快领悟了 小智队伍里的通用神技 快躲开 成功打败了浩尔 虽然性格内向又有点胆小 但在整个成都地区的旅行中 火球鼠多次登场于道馆赛 以及联盟大会上 算得上小智在这个地区的重要战力了 而到了神奥联盟林兰大会前 他和一众宝可梦 被传送到了小智这儿 因为火箭队的捣乱 他们四散各处 火球鼠是最后一只被找到的 此时他正被火箭队追捕着 这一段仿佛是在致敬 当时收服火球鼠的桥段 同样是火箭队 同样操控着巨大无比的机器人 在无路可退之际 火球鼠进化成了火炎鼠 并学会了喷火 再一次将三人组送上了天 无音篇第十六位宝可梦伙伴 小巨鳄 成都地区宇三家之一 他的性格和前提龟还挺像的 都很淘气 没事就会在那里蹦蹦跳跳 元气满满的样子 他还特别会撩 刚见面的时候 就朝小霞抛了个媚眼 小霞被迷得心晕怀怒放 可小智争夺起了他的龟属拳 比赛采用三局两胜制 上来小霞的伯克比 就通过无敌的撒娇战术 让皮卡丘慌了神 直接放弃了比赛 但随后两场 小智派出了草属性的菊草叶 与妙蛙种子 逆转了局势 小巨鳄加入到了小智的队伍中 代替了刚刚离去的杰尼龟 也接棒了他搞笑担当的位置 有一次 他在河边看上了一只玛丽露 兴奋地跑过去 表演了一道爱心水流 随即又兴奋地牵着人家的手 又蹦又跳 玛丽露丽心想 这怕不是神经病吧 于是用水枪撕醒了小巨鳄 小巨鳄却不气馁 嬉皮笑脸地又跟了上去 虽然他一直在积极表现 但玛丽露丽依然无情地拒绝了他 这种时候 就笑咱们的助攻侠啦 火箭队登场抓走了他们 在寂静的夜晚 玛丽露丽感到孤单又害怕 尽管这时候 小巨鳄被绑住了嘴 但仍然在努力地逗他开心 终于玛丽露丽笑了 小巨鳄的付出 换来了这珍贵的一笑 等到他们被救出去时 小巨鳄以为 这下有戏了 冲过去就想抱玛丽露丽 谁知玛丽露丽 看也不看他 竟直去拥抱了疙瘩鸭 哦呦 原来人家早就心有所属啦 小巨鳄心碎了一地 有着丰富试炼经验的小刚 便蹲下来安慰他 简单修整过后 众人又继续踏上旅程 谁知在湖边 小巨鳄又看上了一只爪王 他这性格啊 简直就是宝可梦界的小刚 无音片第十七位宝可梦伙伴 毛头夜鹰 第二时代开始有了 异色宝可梦的设定 动画中自然也会安排一只 毛头夜鹰就成了小智首支 也是唯一一只异色宝可梦 小智他们途经森林的时候 发现一个人躲在鸟巢旁 似乎在蹲什么宝可梦 还赶走了路过的毛头夜鹰 不一会儿 一只异色的毛头夜鹰飞来 那个男人拿食物引诱他 谁知被这只猫头夜鹰一眼看穿 撞到了树下 要知道 猫头夜鹰的视力 可是透视级别的 就你这种级别的隐藏能力 在他眼里 那几乎就是裸奔啊 小智看到后 那是无比兴奋 立志要当场拿下他 结果现场被人催眠了 把一块石头当成了皮卡丘 抱着他喊 你挣多一点啊 像极了人类醉酒石鹿的搞笑场面 而后他们商量着 设置陷阱来抓捕这只 特别的毛头夜鹰 结果好巧不巧 又被火箭队给投听到了 怎么着 你们三个顺风耳 也想要个千里眼的伙伴吗 而后火箭队赤巨资 打造了个猫头夜鹰款的机器人 话说火箭队也真的蛮有钱的 回回都能打造巨大无比的机器人 回回还都是定制款 他们操控着机器人 紧紧地抓着猫头夜鹰 危难之际 质爷跳了上去 以十岁少年的力量 硬生生掰开了机械爪 让猫头夜鹰逃脱了出来 随即猫头夜鹰指挥起小智的火球鼠 小巨鳄 用水加火的蒸发反应 破了机器人的防 不得不说 这只猫头夜鹰相当聪明 在解决掉火箭队后 猫头夜鹰还是挺傲气的 他并没有直接加入小智的队伍 而是给了他一个收服他的机会 虽然他用催眠术把皮卡丘整成了痘痘眼 但随即而来的冲击 又把皮卡丘打醒了 小智让皮卡丘躲开他的眼睛 用耳朵判断他的位置 以此成功收服了这只 异色的猫头夜鹰 作为队伍里的聊望员 相比于其他世代的家门鸟 猫头夜鹰的洞察能力 可要强大得多 他长了一对透视眼 能透过障碍物 看到后面的东西 他曾看穿了 躲在玩偶后面的火箭队 用看破找出了隐身的幽灵属性宝可梦 并以顽强的毅力 以一叠二 是小智打通成都地区 幽灵道馆的核心力量 在后来的神奥联盟 灵蓝大会上也有登场 用飞在高空的优势 让对手的大蛇舔舔不到他 并以高速躲避了十万伏特的追击 成功击败了对手 无音片第十八位宝可梦伙伴 小小象 为了感谢小智从火箭队手里 救下了自家的蛋 培育屋主人送了他一颗蛋 细心照料了一段时间后 这颗蛋终于有了动静 孵化出了小小象 这下小智就成了他的开服玩家 刚出生的他非常淘气 小智想把他收回精灵球 他却和小智玩起了多闪 根本不听话 这时候火箭队登场教他做人 让初来世间的他 见识到了社会的险恶 在历经了一些磨难后 纵使喵喵还挺有创意的 在屁股上画了个小小象 但小小象已经产生了戒备心 不再那么容易被骗了 他与皮卡丘合力赶跑了火箭队 正式加入了小智的队伍 成为了小智在无音片中 最后一位宝可梦伙伴 小小象虽然自己还是个宝宝 但他常常会帮助一些 比自己更为弱小的个体 非常善良 曾经就帮助过一只走失的皮宝宝 找到了自己的同伴 在此期间也是对他照顾有加 在挑战风源对战开拓区前 小智又回到了真心镇 与曾经的宝可梦相聚了一次 离别之时 小小象偷偷跟了出来 想要和小智再一次旅行 就是在这趟旅程中 他进化成了盾甲 获得了更为强大的力量 并在对战开拓区 以及神奥联盟中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下一期 我们将回到 历代宝可梦的盘点 我是米舅 下期见